好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谈的书名叫做与成功有约 然后当然我们今天依然照过往惯例 我们会有些问题作为开场 引导大家跟我们一起交流讨论 好 那第一个问题要问大家的是 你有没有读过与成功有约呢 好 如果你读过的话就留言加1 完全没有读过留言加2 如果你读过就留言加1 没有读过就留言加2 嗨 辛迪晚上好 这里晚上好 美谈晚上好 晚上好 你有没有读过与成功有约呢 如果读过就加1 没读过就留言加2 没读过留言加2 今天是礼拜天的晚上 不知道大家今天过来好吗 蛮多朋友加2的耶 好 那我们今天 如果你完全没读过 那么今天很值得你 那个从头听到尾 因为这本书非常非常经典 那如果你曾经读过呢 那么也蛮鼓励你听到后面 因为在后面我们要补充 关于这次的新书里面 有哪些新增加的内容 很值得你一起来共读 哇 目前看到加1加2各半 所以我过去一直认为像这种经典的书 应该很多人都读过 没想到发现竟然没有耶 既然没有 好 那既然没有 我们要考验第二个问题了 你猜猜看这本书卖了多少本 在全球卖了多少本 与成功有约卖了多少本 好 A是800万 B是1200万 然后 C是2759万 第一则是4000万 猜猜看 A B C D 是哪一卖了多少本呢 看你能不能猜对答案 很多人还在加1加1 哇 还很多人真的没看过耶 有人猜D 有人猜D 目前看到好多人都猜D 没有其他答案吗 与成功有约到底卖了多少本呢 有人猜C了 终于看到有猜C了 2759万本 C和D各半哦 C和D各半 好 那我要准备公布 有 雅惠猜B 雅惠猜B 对 在这里没同学 因为我读过这本书而相遇 哇 所以 学生因为这本书 学了可能其中的一个道理 我们待会也会邀请大家来分享 读过人在里面得到什么样的宝贵经验 宝贵知识 有人猜C和D 好 那我公布解答 答案什么呢 答案是D 四千万本 四千万本 在历史上能够超越四千万本的商业书 其实比例不多 如果能够超越达到两三千万 其实都已经可以准备列入经典了 可以准备列入经典 所以这样的厉害的书 还真的蛮值得好好一读的 所以我们今天要介绍书名叫做 与成功有约 高校人人士的七个习惯 然后这是三十周年的全新增订版 所以这本书呢 已经卖了三十年了 从三十年前到现在 每一次重新读都会有不同的新收获 因为里面所教的道理 没有因为时间的关系 而变得没有 而产生那个没有价值 它反而是时间越久 你会越坚定的相信 里面所传递的知识 是宝贵的 是可实践的 好为什么宝贵和可实践呢 因为我们将来介绍作者 作者有两位 分别是Steven科维和西恩科维 Steven科维是 与成功有约的原创作者 而西恩科维是他儿子 而在今天我们要所介绍的内容里面 将有很多是由儿子西恩科维 所提供他所认识老爸的另外一个角度 以及包括他帮助大家重新解构 监要谈的与成功有约 里面的一些实践方法 带你了解他该如何去做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读到书 这一part就是看完书 书跟我们还是很远 你看完只觉得 哇好难哦 我再把它放回去 可是在这次我要介绍这本书里面 他竟然竟然有实践 实践的做法 然后甚至有一些表单 邀请你可以试着做做款 所以我觉得在读这本书 有点像是在经历一场 工作坊 而且是书上的工作坊 一起来实践练习他 然后当然有一些朋友是留言 佳尔是完全对这本书 非常非常陌生嘛 既然陌生 好那么我们来介绍一下 西奔科维这位先生 这位已经被列为名师 非常厉害的知名影响力人物 他是哈佛大学气管硕士 杨白汉大学的博士 也是国际知名教育机构的 富兰克林科维公司的 共同创办人 被时代杂志后 誉为人类潜能的导师 并且获选全美25位最有影响力的人物 他的生命影响了许多企业家 甚至还有连总统也曾经是他的学生 所以他用他的生命致力向大众证明 每个人都可以掌握自己人生的命运 好我在书中读到有一段 杀儿子去介绍他老爸 他老爸是一个非常打抱不平 或者是一个非常积极努力的人 这打抱不平和积极努力融合在一起 就会变成有时候这种人称为鸡婆 可是这世界上需要这些鸡婆的人 才能够使这世界上变得更加美好 好像有一次啊 他老爸要坐计程车要到机场 然后没想到前面的红绿灯坏掉 所以因此大塞车 那史利芬科维就想想看 如果他现在还塞在车阵 一定会什么 一定没办法顺利搭上飞机 好那如果你是史利芬科维 想想看如果是一个鸡婆的个性 你会怎么做呢 现在前面红绿灯是故障的 而你是史利芬科维 你要发挥你鸡婆的个性 你会做些什么呢 你会做些什么呢 好欢迎大家可以在下面 猜猜看留言写下你自己 想象他可能会做的方法 可能会做的方法 对有人说这父子党的杰作是没有错 所以啊 哦 有心里说他上了工作坊了 上了工作坊了 其实如果大家知道 其实这个与成功有约的工作坊 是蛮昂贵的 7 Habits 7 Habits 对 所以 预章下车 然后让说指挥交通 指挥交通 很多人都猜对了 他真的非常非常鸡婆的 跑去做一件事情 叫做 下去当指挥交通的人 把前面的车做引导 然后直到引导到他计程车位置的时候 他再赶快顺利上车 赶快冲去机场 而没想要竟然在这样状况下 还能够提早抵达 所以如果他没有这种鸡婆个性 其实他会遇到的状况就是 等待交通警察出现 而卡在现场 动弹不得 可是他却是一个主动积极的人 为自己创造可能 为自己创造机会 也为那条道路 为别人创造一个贡献的可能性 对 不会有人在下面猜说 通报相关单位 打给交通部 指挥交通 打给派出所 好 这些都是 第二首 他是直接下去指挥交通的 所以听完有没有觉得 11分科威这个人也太积极了一点 好也因为他积极不只影响他自己 也影响了他的下一代 影响他下一代 好我们来看他下一代 他儿子的生命 好他儿子是西恩科威 是富兰克林科威教育集团的总裁 是他的孩子 也是哈普大学气管硕士 好他生命当中 自立把领导力的原则技能 带给全球学生 教育工作者学校 希望带来教育的变革 同时也是纽约时报的畅销书作者 他出了好几本书 同时也被翻译了二十多种语言 销售了八百万册 其实能够破百万已经很厉害了 虽然没办法达到他老爸那个四千万的 那种超级高标 可是能够卖到八百万册 其实已经远胜过许多作家很多很多了 所以他儿子也不遑多让 虽然史伊芬克威成为一代名师 而他儿子也依然跟着他父亲的脚步 往老师的角度 往老师的路径前进 而我们今天所介绍的这本书呢 《与成功有约》三十周年的最新修订版 7 Habit 他这次所增加的内容就是 儿子和老爸 把老爸的著作重新整理 同时加入实践方法 所以变成与时俱进 所以我们今天在谈这本书的时候 会用三个角度来谈 第一个谈的是这本书在说什么 如果你对这本书完全没有读过 那么你一定要把这本书在说什么 好好听一下 因为我今天会分享我的解读 以这本书对我而言生命产生的影响 第二个则会谈到这本书的延伸创新点 在这本书里面增加哪些内容 而这些内容为什么值得好好在一起来学习 然后第三个要提醒大家 那为什么一定要来读读这本书 这本书的价值在哪里 这本书的好处在哪里 所以这时候邀请大家做一件事 为阅读人按赞 为这本书按赞 也为你自己按赞 因为按赞本身是一种肯定 是一种激励 是一种给自己给书 以及给这世界这种回馈 然后当然如果可以的话 也邀请你为这个内容把它转分享 你可以分享到自己的页面 分享到任何你想要传递给你的朋友 因为有些人可能现在生命正经历低潮 可是我们却要在这本书当中 帮助大家经历生命中更高的可能性 更高的可能性 好所以谢谢大家为我们按赞 哇Sindy说感恩公司提供机会让我们上课 对所以上课这个费用是很高的 我们到来聊聊他的工作坊费用多少 好那这本书在说什么呢 我们要进入这本书的主要课题了 好在谈这本书之前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什么是成功的人呢 对你而言什么是成功的人呢 是有钱是成功 有名是成功 家庭温暖是成功 然后自己给自己肯定是成功 还是什么样是成功呢 好欢迎你可以在下面写下你的观点 写下你的观点 写下你的观点 我们一起来交流讨论 因为我们阅读人专题读书会 不是我自己说书而已 也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读书 一起来学习 对这课很贵的 对因为很贵 所以我们现在只要用书 就能学到那门课 你面的一些精髓其实很有价值 可是我觉得单纯不是读完书或上完课 你人生就更改变 而是真的要去练习实践 让他变成习惯 你人生才能改变 好所以对你而言什么是成功的人呢 有的人可能是认为要有钱才能够成功 有的是认为帮助别人能够成功 像下面有人说 影响给国家 正面影响给国家影响 发光发炎 发光发亮 或成为炎之类的 有钱有影响力 家庭美满 做自己 正能量 乐观健康有能力 所以成功的人对你的炎 是什么样的人叫成功的人呢 每个人切弱角度可能不一样 有的人可能真的是金钱 金钱导向 有的人是 幸福导向 有的人心灵满足为导向 无论哪一个方向为导向 我相信 只要你认为你是成功的 你就是成功的 可当你认为你自己是失败的 即使你拥有很多钱 认为自己是失败的 你依然是失败的 我为什么有一本书叫 穷到只剩下钱 就当你拥有很大财富 可是家庭破碎 那么你认为自己是失败 那就失败 可是我拥有很大财富 你家庭也没满 那么其实这个是超级幸福的 所以我们不能说 有钱本身是罪恶 有钱其实依然可以做很多 有价值的事情 做你梦想的事情 做有影响力的事情 做祝福人的事情 所以我们人需要有正向影响力 正向的思维 正向的想法 好 既然有正向思维 正向想法 我们继续往下来看 好 他提到说 思想决定你的行动 行动决定你的习惯 而习惯会影响你的品德 而品德会决定你的命运 所以如果你觉得 你现在那个命运乖节 常常走错路 常常撞墙 就要想想看 会不会你在思想 在做选择判断的时候 总是做错选择 而做错选择所带的行动 变成你的习惯本身 它的方法本身就是错的 包括你在爱情的关系 人界关系 人界沟通 人界应对 也甚至你对自己做事的态度 都可能是你的思想 所带来的影响 所以我们要改变我们思想 改变我们习惯 改变我们的命运 怎么办呢 好那我们聊聊习惯的养成 在书中提到要三个很重要的步骤 分别是知识 技巧还有意愿 当你要养成好习惯 第一个你要好的知识 这知识告诉你说做什么 以及为什么做 而技巧呢是如何做 意愿呢则是你想做 所以这三者缺一不可 如果你少了知识 只有技巧和意愿 那你做的可能是没有道理的 就你可能是误打误葬中做出方法 可是方法你要复制给别人 其实很难 你要延伸能够让自己做更久 也很难 因为你不懂得做什么 和为什么做 所以久而久之在做得茫茫然 对自己的生命没有计划方向 好可是如果你偏有知识 却没有技巧 那发生什么事呢 有知识没有技巧 那表示你空有想法 变成书呆子 你根本不知道怎么样行动 好那延伸你有知识 可是你有技巧 可是你没有意愿 你根本连动都不想动 那有的人就缺乏这种热情 缺乏对生命的渴望 缺乏对目标的意义 意义感 所以这个人生需要这三者接要 当你有知识 有技巧意愿 那么你的习惯就能养成 而且这个习惯是好的习惯 是好的习惯 所以既然是好的习惯 我们来读读这本书里面 它其中非常非常有名的图表 这本书其实把成功有约分成两大部分 分别是个人成功和公众的成功 好那我们这时候要跟大家来聊一聊 如果人生只能选择一项 个人成功和公众成功 你会选择哪一项优先呢 你会先选择个人成功优先呢 还是公众的成功优先呢 如果只能选择一项优先的话 但两个都有很棒 可是如果只能一项优先 你会选择哪一项先优先呢 是公众的成功呢 还是个人的成功呢 公众的成功还是个人成功 好欢迎带我们一起交流分享咯 很多人在下面分享定目标 就像我们有一堂课叫设计人生 其实设计人生里面很多内容 就是与成功有约 有部分是相吻合的 因为我们相信人当你积极的时候 你的目标一定都能达成 当你积极的时候 当你能够知道你什么事情最重要的时候 你就能够很有动力的去 很明确的把每天这件事情打卡 去顺利打标 一旦能够激发你 你后面的事情就会跟着顺利 好所以你会想要哪一种先成功呢 有人想要是公众成功优先 有人是个人成功优先 个人成功后推公众成功 好所以有人认为先个人先公众 好无论是公众或个人 其实每个人的切入角度可能不一样 有人可能认为公众成功之后 我再慢慢的修正自己 调整自己影响力 甚至我可能更不用自己个人成功 我找助理帮我做事就好了 当我拥有足够的财富足够的资源 我在对外能力关系上面很厉害的时候 可能我接着不需要做事 我只是需要自己做一个好的品牌 邀请更多人帮我做事 对帮我做事 进而使我的个人慢慢成功 可是当然有人认为 我希望能够让自己先个人成功 好那我个人能够把事情 按部就班的规划到位 好那么我接着面对公众 公众成功的时候 我就不会怎样 内心虚虚的 觉得自己什么都没有 可是现在却站上舞台 因为有些人啊 总会觉得自己好像空包蛋 结果一上台之后 其实自己里面什么料都没有 然后害怕有一天被撕下面具 撕下面具 所以这两者啊 其实要凭自己的角度 一起思考还有哪里 一起思考还有哪里 就你到底要先从个人到公众 还是从公众到个人 可是以这本书它的论点 它其实是建议先从个人开始 这过程虽然有点漫长 可是它所延伸所带来的公众影响力 是实的 是能够不是那种虚虚的 不会被人戳破 看破手脚的感觉 所以它里面提到个人成功 第一个要提到什么 主动积极 第二个叫以终为始 第三要事第一 好那当你这三个能够好好的 核心掌握住之后 那么接着就要进入公众成功 公众成功就要思考的是双赢思维 我如何创造我赢对方也赢 而不是只有我赢才行 然后延伸知彼知己 了解对方他想要什么 他需要什么 了解竞争对手 了解我爱的人 了解身边有影响力的人 知己知彼 第六叫统合众效 使你的效益能够发挥最大的价值 然后当然第七就是不断不断的更新 持续重新的循环 个人成功公众成功 你的价值就能够不断的彰显 不断的彰显 对 所以我们在今天这个内容 有人说这是第几版 我们今天所介绍的内容 他主要谈的是 由他的儿子跟老爸一起整理整合的一本新书 老爸已经过世了 可是他儿子试着把他老爸的内容重新整理 也包括加入自己个人的重新这个时代的新解读 但更重要的是里面还放入了实践做法实践步骤 让你在读书的时候 有点像是在上工作坊一样 上工作坊一样 所以他里面的这七点 当你能够主动积极 你就能够扩大你的影响力 很多人总希望能够拥有影响力 能够有影响力之后感觉就可以交换价值 有影响力之后 别人就会记住你 有影响力之后 你就能够 不是那什么拆遣别人 而是有更多人愿意跟你合作 好 这是主动积极的很大目标 最重要的事情一定务必要达成 务必要做到 是要找到你人生目标 延伸人生目标达成的方法 好那接着对外呢 则是双赢 创造最大的价值 知笔结己则是维系人际的和谐 因为我们总不要怎么 不要去制造敌人嘛 如果能够制造更多朋友是最好的 统合纵效则是化解冲突 找到更多的出入 所以当然第七则是不断更新 改变自己与他人的人生 好那么我接着要来谈 我自己在读这本书里面 对我而言很有影响的几张图表 我也希望这几张图表也能够帮助到你 所以欢迎你这时候为阅读文按赞 也要请你可以把它转分享出去 因为我接下来所介绍这些图表 都非常非常重要 对我而言是有很大的影响力 我也相信对你一样可以有影响力产生 好第一张图表呢 是主动积极 好为什么这图表对我而言有影响力呢 好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这图表 这图表写说 每个人我们都会接受到很多刺激 刺激立即进入到回应 有的人回应很快 他的回应很快 来自于他过往的情绪反应 所以有些人说他自己很直白 可是直白本身有好有坏 当你一个人直白表示你很什么 很很很很很很 很愿意彰显你自己的个性 让别人记住你 可有时候直白却也会带来更大伤害 你的人际可能会产生很大的摩擦 所以你一旦接受任何的刺激 这刺激可能是失败 这刺激可能是有人说你的坏话 这刺激可能是一个困难的事情来到你面前 可是你有选择的自由 选择后来决定你要用什么方式来回应 一个主动积极的人会用正向 会用正确方式来回应任何的刺激 而一个非主动积极的人 则是他可能一次机来不回应 逃避或者找借口 或者是用他惯性的很直白 很情绪化的反应方式 弹射回去 这些都是可以值得让大家好好思考的 所以刺激来如何判断 帮助我们选择呢 有四个面向 第一个叫自觉 自我察觉这个问题本身 来到我生命当中 我会产生什么样的情绪 第二个想象力 想象这件事情有哪些可能性 不要单一只有一种选择 永远要相信你遇到的事情 有多种选择性 第三良知 永远要站在道德的制高点 道德的正面 去回应你所回应的事情 不要用谎言 不要用虚假 不要用不对的方式 犯罪的行为 去做错误的回应 然后延伸第四个 你有独立的意志 你永远能够坚定的去做属于你自己的判断 而这独立的意志也意味着 你要为你的回应去负责任 你要为你的回应去负责任 所以对我而言这张图是我自己生命当中 我觉得还蛮有意义的一张图 所以你会用什么方式接到刺激后来回应呢 其实这都是你的选择 都是你的选择 齐全说过于直白就是白目了 所以说话艺术很重要 很重要 所以人我们可以很直白讲 可是当你过分直白 有时候的确会伤害到许多人 不要认为直白是一种礼貌 他有时候更多时候 他可能更大比例是会让别人感觉到不礼貌 不礼貌 好这是我影响的很大一张图 好第二张图呢也是影响我很大的 这张图指的是原则 当你把中间放了什么样的重心 你就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力 有人把金钱摆在中间 那么所有事情都会用金钱来看待 无论选工作看薪水高低 享乐看钱的高低 朋友看他对我有没有好处 敌人呢 则是我能不能从他身上挖到钱 宗教呢 则是想的是我要捐多少 自我呢 则是你以金钱为中心的思维 配偶呢则是会很计较你配偶花多花少 而所一切如果你用不好的东西放中间 都可能会产生偏移或者是 那个什么影响 好那有的人可能我把一个比较极端的 有人把敌人放中间 什么叫敌人放中间呢 敌人放中间表示你会释出树敌 你内心永远想的就是复仇 你的工作是为了复仇跟别人比较 你的名利是为了跟别人复仇 为了比较 你的享乐是为了跟敌人复仇 为了比较 你交朋友也都是为了跟敌人复仇 你要结伙来对敌人对抗 所以你生命中所有一切包括信仰 你信仰都可能你在拜拜的时候 在诅咒什么 你在诅咒你的敌人 说哎呀神明赶快惩罚他 让他们家家破人亡 让他们家一切越来越糟糕 所以你把什么放中间 他就会带来什么样的价值影响 甚至影响你的心思意念 而用什么放中间最好呢 原则 而什么是原则 这原则是一种高道德标准 这原则是一种很久不定的 这原则是包括爱 我把爱放中间 这原则可能是诚信放中间 这原则可能是信任放中间 当你把一个正确的东西 放在中间的时候 那么他所有所带动的东西 将产生正向的循环能力 正向的循环能力 所以你说嫉妒心好恐怖哦 所以看你要把什么放中间 有的人真的是摆错了位置 摆错了重心 使自己的人生偏颇了 而看 而使自己没有看到人生更美好的价值 和更幸福的可能 对像 有人惠敏说 以上帝为中心 有的人如果以宗教为中心 那么 在这中心棍当中 也要思考 你的宗教里面所传递的是爱呢 是贡献呢 是奉献呢 还是他要你的事 放下生命中说一切 只能那个什么 只能来皈依我 只能来 就是你要断绝六根 所有东西都要抛弃 有时候如果是 比较极端的信仰 他可能会有这种极端的反应 所以宗教也要拿牛 不是所有宗教放中间都 一切没有问题 有一些东西放中间 也可能会造成 你可能在与人应对上面 会有压力和伤害的 有压力和伤害的 所以正性 是一个很重要的思维 很重要思维 好 这是影响我 对我在这本诗里面读到 第二个影响我很大的第二张图 好 那第三个影响我很大的图呢 叫影响力 影响圈 什么叫影响圈呢 我这边放了两张图片 一张图片是 关注圈 另外一个则是不关注 就在我们多数的时候 我们关注的是 我们能够看得到的事情 不关注的则是 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或者看不到的事情 而接着第二张图呢 下面一张图 画的影响圈指的是什么意思 影响圈则是 你在关注圈当中 你唯一能够去带来改变的事情 这改变的事情 包括你生命中 你面对的人事实地物的选择 所以你的影响圈 决定你的关注圈 带来的范围 可是啊 作者也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他说很多人把力量一直放在关注圈 把很少的注意力放在自己的影响圈 会变成越来越多时候受制于人 就像下面这张图 多数放在外面的关注圈 所以自己的影响力就越来越小 因为你做的事情叫做疲于奔命 你在忙别人的事情 从来没有好好关注你自己 能够带来最大价值的事情 进而你就疲于奔命 没办法使自己发挥更大影响力 可是如果一个懂得善用影响圈的人呢 则是先把自己的事做好 创造自己更大价值 同时让别人记住你的优点 慢慢扩大你能够影响的范围 那么久而久之 你过去原本想要影响的关注圈 就能够带来影响和关注 就像我过去啊 一直对阅读很热爱 可是过去即使我热爱 可是假设我没有成立粉丝业 我所做的事情 我就只是可能观摩着其他人 在推动阅读的发挥的影响力 可是我希望能够带来影响力 我一直关注别人 这有意义吗 其实还是有啊 可是我能够发挥的影响力 是有限的 可是当我能够好好的 把自己可以做的事情做到好 例如我好好阅读 我好好分享 我好好每天晚上九点 跟大家见面直播 当我把我影响力圈 慢慢慢慢的放大再放大 那么久而久之 我过去所关心的人事实地物 我就能够触及 甚至还能够认识很多 更厉害的人 更有名的人 跟他们一起合作 跟他们一起连结 产生更大的影响力 所以过去你关注圈 你做不到的事情 可却在你发挥影响圈的时候 带来改变 带来改变 所以这也是 要给大家的一个提醒哦 不要把太多力量放在外面 跟自己没办 交你自己根本没办法 带来改变的事情 你多多的时候 应该把力量和时间 摆在你可以做的事 包括关心你身边的人 关心你的学生 关心你的工作 关心你的家人 关心你自己的身体 当你能够好好关心的时候 你自己的生命 才能够发挥影响 可是如果你把力量都不给自己 都给外面 那么久而久之 你的力量被掏空 你就没办法好好做自己了 所以给自己按赞 给自己肯定 这时候邀请大家做一件事情 我看到有人说你也可以 我们要给自己一个提醒叫做 我也可以 请在下面打字鞋 我也可以 我也可以发挥影响力 当你给自己肯定 同时为自己按赞的时候 我相信 这影响力的圈证 带来极大的生命改变 生命改变 好 所以如果你是现在比较晚进来的朋友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书叫做 与成功有约 而同时我介绍了四张 对偶而言生命产生很大影响力的图片 然后当然在书里面 还有很多很棒的知识量 但这知识量 我没办法在今天全部说完 因为他其实 如果大家有听过他工作坊 7 Habit 他是两整天的课程 所以我现在只能用短短一个小时以内的时间 其实只能再要对偶而言产生有价值 有意义的事情 可我也相信这当中一定有 对你而言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 好 所以欢迎你可以在下面留言写下 你觉得哪一件事情 对你而言最重要 这七个习惯对你而言最重要的呢 是主动积极呢 以忠为始呢 要是第一呢 还是双赢 知己知彼 还是统合仲效不断更新 对你而言哪一件事情最重要呢 最重要 好 那我也分享对而言最重要的 我觉得对而言最重要的是不断更新 因为有时候思维会困在我们过去认为的老方法 旧方法当中 总认我这样做就好 可是如果你没有想要去带来改变 你可能就只是一到六停下来的 而这些方法都是老方法 所以对而言 我自己觉得最重要的是七 这不断更新或许你的主动积极一开始是少的 你的移动维持一开始也是弱的 你要是第一一开始也是不对的 你的双赢可能一开始也没有让对方都赢 可是当你能够不断更新 我觉得你会不断的 reset 重新改变 重新检视 重新去调整它 所以对你而言一二三四五六七哪一件事情 你觉得对你而言最重要的呢 有人也写下不断更新 主动积极 真方也觉得不断更新 所以不断更新就是有成长性 怡婷写的是主动积极 我自己读了一些书 发现这个世界多数能够获得财富 获得被肯定被拉拔遇到贵人的机会 多数的人都是主动积极性的人 这种叫做yes man 遇到机会会先说yes 即使不会也会找机会赶快学 因为有些时候机会等 你会等不到的 所以这个主动积极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因为我看到有同学写主动积极 有人写是双赢思维 如果你的工作室需要与人合作 其实双赢思维将为你能够创造很大的合作机会 对有句话说你要开始才会很厉害嘛 对这是我们其中的设计人生的slogan 所以有人说都很重要 是的每一件事情都很重要 所以每件事情我们都需要给自己好好提醒 好既然好好提醒 我们要进入这本书的创新点了 那这本书有什么样创新的点子呢 为什么如果你已买过这本书 为什么还要再读一次呢 也包括这本书有什么样新的点子 如果你都没有读过 我还蛮鼓励你可以真的好好读一下 因为这本书在全球卖了4000万册 能够卖超过一两千万基本上都已经要列入经典了 非常非常厉害 好那宇晨共有约30周年全新增定版是 史立芬之子西恩融合父亲成功心法多年实践后 好在这个原版的内容上面增添了现代人工作生活心态 有一些新的见解 因为这本书出版年数是在30年 就30年前的出版作品 30年当中网路更新的 30年当中过去的那个易经电视 已经那个什么 电疆 那种一般的那种CRT电视 已经变成平面电视了 包括过去没有手机 现在人手一部手机 所以新的工作形态 生活形态已经大大改观 所以这本书呢 是一个全新的现代化调整 内容调整 然后同时他提供了很多实践方法 实践方法 然后但更重要的是 在这本书里面他提到了以下见解 对 总共有9个新见解 是在这本书里面增加的单元 包括高度无效能人士的7个习惯 所以我们说成功的7个习惯 没有这高度无效能的 然后包括第二个见解是 做正面行动者要为你自己创造命运 第三要撰写你的使命宣言来厘清生命的意义 然后同时 要容易重新规划 从容有序 心态富足 拥抱成功 怀抱同理心 无视负面能量 放下自我 沟通讨论 暂停一会把句子魔力 以及21项高效能实践 好关于这几项呢 你自己最想要知道哪一项 最想要知道哪一项呢 好那我要接着要分享 我自己在读的时候 因为我没办法把每一项都解读完 都讲完 因为讲完你就可能不用买了 我觉得还是大家可以买回去自己读读看 好分享其中两个 第一个叫做高度无效能的人士的7个习惯 如果你有以下这7个习惯呢 就要给自己提醒 第一个习惯叫做消极回应 就要把你生命中所有问题都归咎于环境 归咎于上司 归咎于父亲 父母亲归咎于基因 会有同事前任经济还有政府 就要把你所有的 现在的遭遇都归咎在外面的人事实地物 造成你生命的影响 永远用受害者的心态自居 不为你的人生负责任 所以啊 当有人出言不逊 你总会骂回去 你就会很直接的酸民酸回去 所以如果你有这件事情要给自己提醒 第二个得过且过 就高向人无效的第二个习惯叫得过且过 什么叫得过且过呢 就叫做从来不做规划 从来不设目标 从来没有想过行动后的结果 随波逐流及时行乐 用这种心态去过每一天的生活 但感觉好像比较快乐 可是人生有很多意外 是你没办法自己 有些时候你不是自己过好就好的 有时候你还是要为你的家人负一些责任 好那第三个不好的习惯叫做要是最后 总是能拖就拖 会先处理急事 就例如 手机响了 嗶嗶声 看到闪关马上看 可是总是把要做事情放在很后面 一直拖延 一直拖延 然后不好的习惯 第四个叫做不赢就输 什么叫不赢就输呢 好总是把别人当敌人 总是想要先下手为强 想要总要总是要抢弓 总是要让别人输 只有自己赢 然后即使输了 也要把别人拖下水 不知道有没有人总是会遇到 这种被黑过的同事呢 好那第五个不好的习惯叫做先讲为快 叫我每个人生命中有一张嘴 要好好运用 多说话 可是也要先了解别人的想法 千万不要什么 那个什么 用哦的方式假装有听对方说话 所以你要嘛就要好好聆听 要嘛就要理解对方在想什么之后 再给予回应 然后第六个不好的习惯叫做孤方自赏 好什么叫孤方自赏呢 就总觉得世界很奇怪 别人很奇怪都跟你不一样 所以你不想要跟别人好好相处 也不想要跟别人好好合作 甚至啊总觉得单打独斗比较好 喜欢自己一个人 然后第七个好叫累坏自己 你总是自己为自己忙 从来没有想要倚靠别人 从来没有想过要求救 连充电复原时间都没有 也不想要学新东西 也不想要阅读 也不想要运动 所有一切都最好不要来 就是可是却又把自己忙得 像一塌糊涂的陀螺一样 好所以这些不好的习惯 要给大家提醒 要给大家提醒 好那延伸我再分享其中一个 好就好书大方送 这其中有一个见解 我觉得很值得跟大家分享 是他其中倒数第二个 暂停一会把锯子磨亮 好为什么要分享这个呢 好他这个作者的儿子啊 就希恩科伟写到他父亲 他父亲总是身体力行不断更新的习惯 就例如他父亲总是会骑着脚踏车 一边就健身的那种在家里的脚踏车 然后一边看书和杂志 然后在早晨很短的时光 他也总会想到很多点子 找到很多点子 而且他很努力的工作 也很努力的出差 也努力的打瞌睡 就是在任何地方都会准备眼罩 能休息就休息 该积极的时候积极 该休息的时候休息 这是他父亲的一贯原则 而如果排出时间放松 他就跟家人好好安排时间 聊天面对面 而更多时候呢 他还会做一件事情 他父亲每天都非常非常早起来 例如每次周末家庭团聚的时候 其他人都会看电影啊 吃垃圾食物 聊天聊到很晚 然后他们问他爸爸去哪了 他爸爸很早就睡觉了 其他人都会赖床 可是他爸爸总是在黎明就起来 做几件事情 运动 思考 阅读 写作 他总会说孩子啊 你们要多读书 我每个礼拜都读十几本书 然后他的孩子们总会回答 哎呀你不是读书啊 你只是翻译翻你都没有读 那不算 对然后他和他母亲总喜欢骑着机车 在家里附近绕很久很久 因为他们会在机车上面一起约会说说话 所以他父亲享有公众的成功 在世界上获得很多人肯定 可是他更多时候 他享受跟家人在一起的成功 所以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很专注在外面 可是有时候也要专注在里面 他这要给大家提醒的事情叫什么呢 要偶尔停下时间给自己 当你把你自己的锯子磨量 你才能够发挥更大的威力 更大的威力 所以他说有一个伐木工人说 如果你要我六小时砍一棵树 那么第一个小时我会想做一件事情 就是先把这个斧头磨量 好所以当你能够把斧头磨量 接着你所有事情才能够事半功倍 所以有人说锯子磨久也会顿 我们要暂停一会把锯子磨量一点 好其实我们阅读人 从过去走到现在也走了快七八个年头 在这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遇到很多不同的机会出现 可是这机会都是很不一样的机会 这机会叫什么呢 这机会包括有人想要把阅读整个买下来 就我们的频道买下来 或者有人说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发展 赶快赚很快的钱 可是我们却没有试着做这些事情 因为我们是在做一件事情 叫做持续磨我们的锯子 在磨棍当中 我们也希望能够帮助更多人 跟我们一起 都跟着我们一起磨量你自己的锯子 因为这才是我们最大的目标 因为赚钱这件事有他赚钱的方法 有他赚钱的道理 可是如果只是为了赚钱推广阅图 那这个人生也未免太可悲 这阅读也太可怜了一点 但如果能够靠阅读赚钱很棒 可是阅读不是只有钱 阅读还有美好的价值 这是我们阅读人持续坚持的事情 所以我们也才能够在这个每个 每天晚上9点开直播 大家完全一毛钱都不用付 就可以免费听书 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房间还蛮多 你要听书要花可能一笔钱 才能够听一年52本 我们现在不用你一年可以听365本 而且我们要邀名人一起来说书 完全免费 因为这是我们一个推广阅读的心 所以也鼓励你为阅读人按赞 更多时候也为你自己按赞 然后也邀请你如果可以的话 把今天的内容转分享出去 因为我们希望能够发挥更大影响力 这影响力不是为了金钱 因为这也没有钱 更大的影响力是希望能够传递阅读的美好 让每个人都在阅读当中找到力量找到方法 甚至使自己的生命因此改变 当你生命改变之后 我也希望你开始能够贡献你的价值 去影响你身边的朋友 家人同事 然后当然更重要的是影响你自己 当你的思想改变 你的生命就能够跟着改变 好所以为什么要读这本书呢 我就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很大的重点 第一个叫做这本书每次读都有收获 就像这本书我已经读了十几年了 在十几年前我曾经读过它 让我非常印象深刻 所有家总共有四个不同的版本的与成功有约 每个版本都不断的在进化 就像我们阅读人的课程 也都每一年每一年都一直在进化 因为我们不希望给大家都是旧的 而是每一年都跟着时代趋势 有新的见解新的方向 而这本书也是一样 它也同时一直给新的东西 然后但更重要的是 它是目前出版史上最畅销书之一 有能够卖到四千万本 非常非常厉害 然后但它不只是影响自己的生命 它所提到的观念 甚至在职场啊 管理啊团队啊 学校教育啊 家庭亲子 都可以在当中获利得到帮助 所以甚至它有那个儿童版的 儿童版的与成功有约 所以里面也提到了七个习惯的实例 还有实践方法 我觉得在这一次的这本书里面 它提到的实践方法 让我觉得最惊艳 惊艳在于它其实就像一个声明拿一样 就像一个一个课程 好试着去网路上随便抓一个7habit的工作坊 然后我不是要标榜这工作坊 它的那个价值 你一定要去上这门课 因为大家如果看到那个价钱 应该可以看到吧 我应该这边有列到吗 2445美金 2445美金 换算下来多少钱呢 6万多台币 两天的时间 两天的时间 华人版可能便宜一点 可是在美国 上一门这样的声明拿 就以这本书为教材 6万多款 但它一定有它的价值存在 可是如果你还没有上这声明拿 却可以在书中获得 它里面的其中一个宝贵方法 开始影响你的生命 其实就超级划算 超级值得 好所以这是与大家今天所分享的 与成功有约 是由史蒂芬科维 原著以及西恩科维 重新解读他老爸的著作 重新整理加入实践案例 与大家分享的精彩内容 但更重要的是 如果你没有读过 鼓励你可以 无论是买本接本都好 好好翻读 从里面试着一步一步去实践 即使你从当中学到一个道理 它其实都很有价值 包括像要事第一 或积极主动这些 它其实对你的生命 都能够带来很大的影响力 很大影响力 好所以很高兴 在今天与大家 与成功有约 在线上一起相约 一起成功 也希望我们今天的内容 能够帮助大家找到新的方向 然后当然也欢迎大家 持续关注阅读人 以及我们持续会为大家 推出一些很有趣的课程 有趣的服务 都希望能够帮助大家 往成功迈进 而这成功不是为了赚钱而已 这成功更多的时候 是使你拥有更大的幸福 还有快乐 晚安啰 拜拜